最多八卦的空间 最多八卦的空间 你连想都没想 我跟瑞恩在那边 可以讲很多东西 说一说 哈啰 你好 我是全宁 今天来到了 哪一位大明星的家呢 她就是周重庆 动物园的星星 大明星 大家从今都认识了很多年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她的这间屋子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 因为刚刚搬来不久 还不到两个月 是 今天我们就要来探索一下你的家 探索什么 我很喜欢人家探索我的东西 真的吗 你探索你的东西 我们的这个单元叫做开门键3 所以我们就是要你来丢这个骰子 来回答三道题目 那如果这三道题目 我对这个答案都满意的话 你就有奖品了 真的吗 真的 很兴趣 自己讲到烧香 因为我对这个奖品不是很开心 然后我觉得对我而言是惩罚 我会帮你打扫 你要选一个角落 对 但是我也不知道 这是对我的惩罚还是对你的惩罚 应该是对我的惩罚 因为听说你好像变得有点洁癖了 对 而且我真的不能随随便便让人家 打扫 对 而且这些看起来 应该会满意的 我那么好 看起来 对 还蛮强 多年不见 人类改变 也是 六 很可怕的 请重庆分享最令你烹然心动的空间 我很喜欢我的房间 如果它是亮着的 你看 阳光透进来 它就是一个都市的感觉 可是如果我要它气氛不同的话 我就开这个灯 然后我把这个窗帘拉起 你看 这个是很亮的 对 这个就是让我阅读 我现在给你看另外一个有情调的 然后在大海里就变蓝色 海底下 对 这个是我平时会开的颜色 很酒店 对 酒店的感觉是瑞恩讲的 她说 哇 非常隔壁 那既然有那么多不同的颜色 可以让它像Disco这样散散散 所以它就是跟着那个节奏 对 对 你冲凉了没有冲 有 来 马上淡 我知道在这里那个标准答案是有 但是我不可以骗重庆 真的还没有 是 冲了凉它就可以烫 有自己的规则 规则 还没有从两人躺 我不会怎么样 绝交 就是那天不太要跟他讲话 你帮我打开这道门 其实就是 知道 这个 拉着 没有 你推一下 是 我的厕所 我被骗 我还没真的有 哇 它的包在背包 还是Hello Kitty的 好 我个人很喜欢我的花洒 有泡 等一下 这个是规则袋的 这个是如果你不要洗头的话 它就直接洗你的身体跟下体 它直接这样 这样 这个很好 你喜欢吗 有时候懒惰冲头发 对 这是风水大象 它的那个橡皮一定要往上仰 像你家有什么角落的话 最好是有间一些东西 占据这个角落 因为我们讲角落 所有角落最容易藏东西 比方说这个角落 为什么我没有藏东西呢 如果真的有鬼的话 它每天给我夹 所以它们不会躲在那里的 最多八卦的空间 在我的餐厅时期 你连想都没想 我跟瑞恩在那里 可以讲很多东西 因为每个人吃饱饭之后 就会把那个桌子抹得很干净 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喝茶 就开始聊天 因为平常时你在办公室 还是回公司 你都比较少去谎言 对 但是你跟一群好朋友 真的 如果没有谎言的话 生活会少了很多东西 很多乐趣 所以你们最常谎言是谁 很少讲艺人 因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们的艺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那刚刚你提到 你跟瑞恩常常在那里八卦 那除了瑞恩之外 还有哪些明星来过你的家呢 我跟瑞恩也没有常常 她也来大概一两次 还有遇见蝗虫来了 感情最丰富的空间 刚好是这边 这只寂寞龙跟了我好多年了 当年我在那家商店 看到这只寂寞龙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我要买 我的朋友就问 你买了 你放哪里 我说以后我搬新家 我就可以拿出来用 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然后我就一直把它包裹着 所以它其实冬眠了五六年 终于释放出来了 终于见光了 终于 对 所以它的正确地方应该在这里 所以我常常会这样 然后躺在这里 然后看我的电话 或者是读我的小说 我也是有感性的一面的 各位朋友 所以我想要仰望天空 我就会这样 你看 我就会看到天空 谁来了 我这样看 大门就在那边 看来你可以永远地躺在那边 那样子 那我好奇 在家中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你特别觉得很珍贵的 第一样就是这个 照片里头的这个女生就是我的干妈 当年的维多利亚 就好像是现在的维多利亚 就是要到那里表演的话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当年我14岁的时候 因为加入了舞台剧的剧团 然后我参与了我的第一部 舞台剧的演出 在里头就跟我的干妈的一场戏 我就觉得很珍贵 因为她是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人 我人生第一次搭飞机 你可以想象吗 是我干妈带我的 所以我很珍惜这份礼物 那第二个 这个呢 是我一个人到斯里兰卡 去旅行的时候 我就告诉那里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们会讲英语 但是听懂 听不懂这样 对 还是会有一些挑战 对 我就跟他讲说 我想要去奖励 然后他就说 奖励 很好 后来才发现 他带我去的奖励 是鸟奖励 我也很开心 因为里头都是被遗弃的那些大象 然后大大小小就在那边 然后呢 为什么我觉得这只大象特别地珍贵 是因为我看到它的时候 这只大象眼睛 鼻子 还有它的象牙都做得栩栩如生 我近看的时候 它好像眼睛含着泪的 我觉得含着泪是因为它的绿绿没有干 对 然后呢 你现在拿的这只大象呢 是用大象的大便做的 对 谢谢 我自从有了它之后呢 我觉得我的很多幸福都被勾进来 这个可以借我带回家 是吗 马上 也要谢谢重庆今天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谢谢 你说了那么多 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不及格 所以好吧 你及格 我要跟你说声谢谢 我也是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这份礼物就是你不需要服务我了 他不相信我 所以我们就扯平了好不好 好 就这样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非常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要点赞和订阅 点赞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要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